好 之後回應記者的提問 那中文先 然後要問 第二就是會不會跟示威者 或者是出來遊行的人士說 希望他們是不要挑釁警方 或者俗稱 不要做這些事情 就可以令到遊行去 不會有警方藉口去出雷彈 明白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關於上個星期日的遊行 我都有參與當中 那我整天在星期日裏面 我看到整地都是記者 我看完不同的片 我很想找到 就是警方所說的 扔煙霧餅 扔磚頭 有沒有一些記錄是留在那裡 警方其實每一條橋裏面 都有擺他們那個 就是一個的攝錄機在那裡 去拍攝著那個遊行的狀況 連他們四點鐘都拿不到這條片出來 證明有人扔煙霧餅 整個遊行當中只是拍到一個figure 這個就是唯一的證據證明當日 只是一個人彈公仔 在那裡扔東西的一個人彈公仔 警方當日那個扔催淚彈的理據 其實是非常之薄弱的 我們很希望警務人員能夠克制 一些我們開會上面稍為高級的警務人員 其實他們都說他們會盡量克制 他們是有紀律的 我們很希望前線警務人員能夠做一個紀律部隊 應有的無樣出來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前線警務人員員 員助級的協會是可以罵林鄭月娥的 這個我們有點擔心 但希望他們 執政來做 做好警隊應有的形象 關於我們示威者上面 我很明白現在那個市民 對警方那種無法無天不受約制的狀態 是充滿著不滿 當日裡面對警方的批評 一定是會出現的 柔柔之口是難以去掩住 防民之口甚至防村 你要知道 你只有解決警隊那種濫權濫捕的問題 你才可以令到市民收後 那我覺得我們民陣可以做的 就是盡量減少市民和警隊之間的直接連繫 希望可以透過民陣的糾察 去和警方去作出協調 去減少那種警民之間的衝突 那根據過往的經驗 6月9號、6月16號 我們的示威裡面 終然是上百萬人 甚至乎是二百萬人 但是只要沒有警察的話 都是可以很暢順有序地出現的 那 而我相信 星期日的遊行 其實大家是會和平地出現 我們都估計到 其實 除了後任的區議員 還有很多的 輪椅人士 家庭照顧者 和長者 其實他們是由 7月21號 遊行等到今天 可能是8月18號 是他們最後一次走出來 有民陣的 民陣有不法律通知書的遊行 他們很期望可以今次 一齊出來這個遊行 那我相信我們前線的示威者 其實是會照顧他們 我在過去的日子都經常 可能會出現在一些示威的場所裡面 有一次我受了傷 就是還拿著拐杖 然後我是在前線 給前線的朋友罵的 他是罵 就是有很多粗口 我咳了那些粗口 他是這樣說的 你逼了你就不要走出來 一陣間我救你好不救你好 然後他說 你不要以為你是岑子傑大了 警察不會理你是誰 你拿著拐杖都是照打你的 你快點離開 在這句話裡面 我覺得很多粗口 是很顯示出他們 擁有前線的風範 但同時他的內容 是令我感到非常之溫暖 和被關心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 就是前線的朋友 就是見到我們明天的 星期日的遊行 是有很多長者 有很多不良於行的朋友 就是有很多 就是需要照顧的人 他們就是不會在這個 遊行的過程當中 就是製造任何的衝突的場面 所以我們覺得只要警方克制的話 我們是可以確保到 6月這個12月8日的遊行 是和平發生的 但其實剛剛說的那些 例如很多當日出現 你說有之後會罵警察 說髒口那些 很大部分都不是所謂的前線 自衛社 是一些很普通的遊行人士 那怎樣避免他們的情緒 挑動到警察 然後又再出現 星期日的場面出現 正如我剛剛所說 防人之口甚至防寸 你真的很難把一百萬人的口 全部掩住 就是共產黨都做不到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 前線警員可以做到 也都不要覺得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民意是要得到表達 然後尊重 落實 那我覺得警方不應該去覺得 怕被人罵 然後找方法驅散示威者 而是從制度上改革 重建警隊和市民之間的關係 這個才是指標的方法 那我剛剛都說了 其實只要沒有警察呢 衝突就會非常之小 而6月9號 6月16號 8月18號 其實正正是一個例子 是沒有警察 我們市民是可以很和平地發生的 就是請警方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 就是逼到林鄭 就是明天就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警暴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逼到這個 就是警察投訴科 可以公正去處理案件 我們沒有辦法 令到監警會 真的有實權 可以 就是抓一些警務人員出來問責 如果你連罵都不讓市民罵的話 其實 你如何給市民去表達呢 就是給市民表達完 不是最後的一步 之後還要落實市民的訴求 這個才可以根本地解決問題 專門員想問 你說你和警察的高層有些溝通 就是個案都出現過一些情況 就是人多 然後出了界 然後就很快就 你們冷氣 然後就出來打氣 那你有沒有說過 在10月爆發的時候 他們使用武力 有沒有些 他會說怎樣才會去使用武力呢 另外就是想問 就是剛才你說 就是 都盡量希望可以和平 那你其實文鎮 希望這次他那個人 所謂的多少人 另外會不會有些 特別的呼籲 是給一些 就是剛才你說的 一些比較前線 勇武的示威者 在那天他應該 怎樣去參與這場 首先就是 我們其實最主要是 透過事前一次的會議 和警方去協調 我們都表達出我們的 就是看法 就是現在的警民關係 是去到一個冰點 就是民陣就只是勉為其難 就是因為我們很想 讓市民出來遊行 所以就是用一種 就是相對地友善 就是不太合民情的態度 去和警方去溝通 我們只希望民陣 我們可以做多一步 去令到我們的遊行 可以暢順 那警方都是願意 是說 如果人多 是會開放更加多的路面 那這一件事 就是可不可信 我相信大家 就是心裏面都有一個譜 但是 基於其實他有權 隨時取消的遊行 甚至乎事前 不批不反去通知書 那民陣沒有辦法就是 就是說我不信 那我不信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就是我們唯有就是希望 就是 採取一種 就是信任 就是溝通的態度 希望警方 他可以兌現他的承諾 希望前線的警務人員 是受到他們高層的約制 希望 我們就是當日的遊行裡面 不會因為警察 而淘添一些混亂的場景 而前線的勇武示威朋友 在過去這麼多個月的裡面 其實我見到大部分他們都是充滿著智慧 他們很知道究竟什麼時候要做些什麼 說回去8月18號民陣有一次的流水式集會 有很多人都不會覺得那一次是民陣呼籲和平 所以當日那一日的社會是和平 當日並不是這樣發生 而是整個香港的社會 尤其是勇武的朋友 他覺得是需要給民意彰顯一次 就是他們希望和平 然後民陣才搞得成一個遊行 你會見到他們能放 也都能受 他的智慧是比我環繞高 就是所以我很相信就是 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們區議會的選舉 其實是完成了之後 我們要告訴林鄭知道 我們完成了選舉 我們仍然會站在街頭裡面 為五大訴求而堅持 為我們現在被捕受傷的前線的手足 去討回公道 就是當日是很有一個和平一日的理由 那我相信我們的手足 會作出他最有智慧的判斷 人數那裡 人數那裡 始終我不是神仙 沒有辦法去確實 去估計到那天遊行會是怎樣 但是我們只是投票的 都已經有這麼多人 他們全部出來了的時候 都已經是去到 接近8月18日的水平 更何況我們有很多的朋友 其實是沒有投票的資格 因為他還年輕 在過去的日子裡面 我們見到有很多學生 他沒有投票權 就踴躍參與在一個運動的當中 我相信他們都會出現 我希望所有關注過 這一場運動的每一個日 就是你都是要走出來 你投過票的 你都盡量來參與 哪怕你不能夠參與整個遊行 只是行一個區 由銅鑼灣行到灣仔 由灣仔行到金鐘都好 就是希望出來 我們算到你的人數 去告訴林鄭知道 香港人是不會放棄 一日五大訴求未成功的時候 我們無論在議會內 還是議會外 在街頭還是用選票 我們都會堅持到底 主要我們會 所有人數最主要 其實是有一個比較闊的視野 我們主要會安排我們的義工 我們會在各條的天橋上面 去點算那個人數的 所以大家只要經過一個區 由銅鑼灣行到灣仔 或者灣仔行到金鐘 由金鐘行到中環 都會經過不同的橋 經過橋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數到大家的人數 我對民陣所有人數的 對不好有信心 尤其七一的時候 我們跟港大那邊的研究 那個人數的差距都只是兩萬 所以你看到他們是充滿經驗 也是準確的 還有再說 剛剛有很多人都關心開路面那裡 就是 我自己個人的估計 就是警方 就是另一個別名叫京方 他經常都很擔心 大型的群眾運動裡面 會出現一些 即是不符他預期的事件發生 然後他就有一段時間害怕了 對他來說 其實開放越多的馬路 讓市民去走 其實那個遊行就越快結束 那些人越快結束 走完回家的時候 其實縮短了那個遊行時間 是最有利他們 是去做那個人潮的管制 那個秩序的控制 以至如果在一個這樣的角度去看 警方真是怕亂的時候 人多 他就應該盡快開放更加多的路面 如果人已經很多 他還在那裏 不知點些什麼 這樣不肯開放路面 難免會被人覺得 他是否刻意去製造混亂 那我覺得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開放多少路面 即是怎樣安排遊行去發生呢 其實警方是獨攬大權 如果他真的很希望 十二月八日全日都是和平去進行的話 他及早地 即是遇事人多 開放更加多的路面 似乎是一個最合理的做法 那我寄望我們的鄧炳強 是比盧偉聰有智慧 是幾聰明些 他們不要一直說 希望遊行有秩序 一直又不肯開更多的路面 這樣去自打嘴巴 即是想一套做一套 其實香港人是會分辨的 那即是寄望他是寬鬆些 見到人多 預視到人多的 就主動開放路面給我們 那我們的狗賊是會和警方保持這個聯繫 去爭取開放更加多的路面 那也都希望市民是 給我們時間 我們狗賊這樣去做 我們都很擔心 警察和市民 有太多的接觸 是會有不良的後果的 警方今次發出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你覺得是否警方成出一個試意 還有你都說到 相信香港市民會將 扣任的區議員 自主於演警 但萬一真的發生什麼情況 其實民陣會有什麼措施 或者會不會呼籲一些 合任區議員的離場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任何一個的 候任區議員參加了我們的活動 如果警方宣布解散之後 大家真的先保護好自己 和身邊同行的人 那我作為一個遊行的申請人 我有責任是留到最後一刻的 那這個是責任之所在 那我和其他的朋友 就是會有差別 那你會見到其實 如果警方是臨時 就是終止我們那個不反對通知書 其實民陣就必須要協助 這個遊行的疏散 那這個是我沒有辦法去 就是 違反他的指令 那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警方是要求民陣 立即作出解散的話 我們是 就是 和所有政黨的街站 都會有所聯繫 其實他們是會幫我們去疏散 附近的一些市民 那如果在銅鑼灣 那會在銅鑼灣離開 在灣仔就是在灣仔那裡離開 在金鐘或中環的 在那附近去離開 以至你會見到其實 就是尤其是在港島 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市民 是說那裡撤退很難的 就是一個孤島 那在這裡有兩個呼籲 第一個呼籲就是 希望港鐵 就是你不要 就是停止那個服務 就是令到市民沒有辦法去離開 那就是也都希望大家 就是 我知道大家對港鐵的仇恨 在831裡面 不肯拿那個閉路電視出來 是令到大家是非常之不滿 但是也都希望大家 是留一條路 給一些可能是長者 可能是帶著小朋友的人 可以用最快的方式 離開港島的 那我們的各個街站 我們都是會有 就是政黨的朋友在那裡 幫忙呼籲 大家有什麼需要 可以去街站那裡 尋求協助的 想問一下 當日會派幾多狗賊 還有有沒有哪些地方 可以安置多些人手 還有現在預計 會有多少街站 我們仍然跟政黨他們 連繫當中 因為其實我們 我會這樣說就是 當我們每一次去 搞遊行的時候 我們去叫狗賊 其實如果那天 沒有不快的通知書 其實我們的狗賊 是很難工作的 以至到我們真的昨天 才收到不快的通知書 以至到我們過去的 昨天和今天 就是努力去安排當中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應該有 大概有200個狗賊 那街站其實各個政黨 就是剛剛民主黨 公民黨 社民連工黨 和這個 人民力量等等的政黨 都有承諾幫我們去 就是擺街站 是沿途分佈在這個 遊行路線當中 這樣去協助市民 這樣 我想問 不反對通知書 是 不反對通知書 是一個釋出善意 還是警方哪有之意 其實 就是 遊行集會本身 就不應該需要 就是 警方去批准 官乎國際有很多 就是 人權民主發達的一個地方 其實就是 都沒有一個 要向警方申請的 這個制度 就是 而香港 在一個殖民地的歷史下 我們有這條公安條例 被迫我們要去申請的時候 其實它是應該 極度寬容地去批出 不反對通知書的 我們很遺憾過去 已經有很多個月 民陣是 已經是四個月 我們是收不到這個 不反對通知書給我們遊行 我覺得現在的警方只是撥亂反正 最後再提醒一個情況 因為我都收到有很多殘疾人士的團體和朋友 去查詢究竟它可以怎樣來 怎樣可以集合和怎樣離開 那他們 以我所知 殘疾人士真的很依靠這個鐵路系統去做交通 因為那個無障礙的設施是比較適合他們去用 那 提醒殘疾人士就是 他們可以在銅鑼灣那邊的地鐵站 可以有電梯可以上到地面 但是辛苦他們進去維園的時候 要經南路去到這個游泳池下面的一個平台 那裡等候出發 那也都希望大家 如果要使用到一些升降機的時候 讓路給一些輪椅人士優先 因為他只可以使用升降機 那我預計當日都會多這個殘疾人士 因為有很多殘疾人士團體 他們都說他們會出席這個十月八號的遊行